这都是眼前的社会问题 所以我们要肯定古人的教诲不是他的发明 不是他的创业 是什么呢 是自然 古人懂得大自然的法则 懂得自然的运行 所以是随顺自然 诸位想想 夫妻即和 自自然然就生子 就会产生父子关系 这是谁发明的 不单从自由人类就有这个 那时候人类没有文明 还没有文字 我们再仔细观察 所有一些动物 不都是这样的吗 看现前的动物你仔细可观察 跟太初有什么两样 在这个地方我们体现到自然的大道 自然的法则 自然的运作 所以 父子 君臣 夫妇 兄弟朋友 自然之道 亲 亲 爱 别 虚 性 这是随顺自然之德 这就是东方人所讲的道德 这就是东方人所讲的道德 什么是道 什么是德 你能够明了大自然 这是道 明道 随顺大自然 这是德 行德 明道 行德 宇宙是核显的 地球是核显的 一切 建议 新疗 与 静 静 静